台中 高一 大人 搶劫不要動 大家不要緊張 只是搶劫 全乖乖裝進去 就沒有事情了 好 大家有 高一 警察幫我們保護一路 不要擔心 我們用B計畫 B計畫 我們從我們挖的地道逃走 我們明明講說台中跟嘉義去挖 裡面的槍斃 你們已經被包圍了 趕快放下武器 拖來拖翔 被包圍了 只能拖翔了 拖怎麼翔 可是跟他拚了 拚一把 沒錯 跟他拚了 交給你了 跟他拚了 來 放下武器 雙手抱手 轉身蹲下 彩虎 放下武器 不能逼 不能逼耶 彩虎 彩虎 那邊的 彩虎 還有那裡的 彩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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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乖乖都不要亂動就不會有事 好嗎 快點 全部裝進這個袋子裡 不然會很辛苦的 你們只要乖乖配合 啞鈴就不會是你們的敵人 全部動起來 你還假的嗎 進場怎麼來了 裡面有賤人 快點放下你們的啞鈴 快投降 他們看起來有我們撞嗎 怎麼可能 你們拿啞鈴來搶劫 是不是人跟頭髮拚掉 快出來投降 既然說我們練到腦子壞掉 肌肉才不會背胖我們 你去跟他們拚命 跟他們拚了 跟他們拚了 放馬過來吧 不要 裝車 快點快點 錢裝進來 快快快 裝進來 拿錢抓來 所以你怎麼來這麼快 你們已經被包圍了 放下武器 趕快投降 為什麼調得來這麼快 因為警察的距離這裡只有兩分鐘喔 不要動!不要動! 不要動!不要動!不要動! 不要過來喔! 我不要動!我不給你! 拔下!拔下! 是誰找一個離警局那麼近的銀行 不要動! 破破! 我看過同學任務的片段 我們完蛋了! 阿瑟! 問個案! 不用拿取一支吧! 問案! 你搶銀行! 先打再問! 學長!學長!不太合規定了! 對對對! 哪個電話不電在胸口? 打下去才會有印嘛!對不對? 我還是覺得這個不太好啊! 可以可以可以! 阿瑟!阿瑟! 欸!欸!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太小!太小! 就會死人欸! 這樣大一點! 不是!不是!阿瑟!阿瑟!這太薄!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全招了!我全招了! 不如說! 好! 槍是該依的!不是我的槍! 還有咧!還有咧!還有咧! 等一下!還有咧!還有咧! 我認罪!我認罪! 亂不亂! 我配合! 配合!我配合!我配合! 阿阿在阿阿! 不要! 你不要了! 髒還是不髒? 是不是想像隔壁一樣? 阿瑟! 我們都是因為被詐騙 才會出此下撤啊! 都是波波喔! 對!就是他說什麼 要會錢給一個人 然後 阿奶很大的絕對不會騙人! 奶大不會騙人! 結果搞得我們錢全部被騙光 還逼著我們去搶銀行! 還想找藉口啊 屬於想被打 我們沒有騙你 千萬不要打我們 我們什麼都糟了 對 當然 都糟了 阿瑟 我都糟了 我都糟了 你知道嗎 我糟了 你還... 感覺就會有特異功能的人士 看來 一般的方法你們是不會乖乖招供了 沒關係 我們居立有會心靈感應的變種人 教授 該你出場了 我可以讀出你們心靈 我不會被你入侵的 該一 要是你們要抵抗阿 不要偷看我的毒草 阿瑟 走啦 走啦 好 我知道了 阿瑟 這麼快就知道 你們就是因為波波在網路交流 遇到一個大妹妹 沒想到被網路詐騙 所以你才叫三天客一起便宜講銀行 但是還沒走出銀行 就被警察逮捕了 反正我們三天客的最高中指就是 一個人吃不完的老飯 就三個人一起吃 可是這個太過分了 你自己去學校 切勿 以身釋法 大家要好好的收法好嗎 這個計畫是 蓋伊說的 我吃的完了 你滿吃的 你吃的被騙人 被騙人說 我就不為難你 我一個人扛啦 好啦那我先走了 嘿嘿嘿嘿 你幹嘛 你 你怎麼 怎麼那麼壞 我們三個人一起做好不好 你不要為難行情 他槌子要拿出來了 我想問一下兩位 關於詐騙這件事情 其實我之前也差點被騙過 但我不是被騙錢 我是IG的帳號差點被騙走 他們會用你很怕的東西 他說 你違反了什麼膽權 你必須重新登入你的帳號 我就看一看一看 我就差點真的重新登入我的帳號 就我其實已經有詐騙的意思了 但還是會容易掉到一些陷阱裡面 所以想問一下 有沒有什麼案件 是一般民眾會掉進去的陷阱 其實像到帳號的話 就像蓋伊剛剛講的 帶也是傳一個連結給你 然後跟你說 Amy的帳號被盜 我需要你去登場我密碼 如果你不小心的話 也是很容易被騙 那時候我們要怎麼看的話 就是可以看一下 寄見人的電子信箱 就會發信心端倪 就不是一般那種 官方會寄的電子信箱 他有其他一些比較常見的案例 比如說我有一位長輩啊 他就是有一天被一個 假冒死他兒子的人 加LINE 然後就說 欸我是你兒子啊 我手機換門好了 現在加我這支LINE 這支LINE誰是行得這樣 結果隔天他就說 我沒有辦法 我現在缺48萬的貨款 幾需要 我那個廠商等下就要 你剛剛會給我 然後他挂斷了 他其實有查證 他說 奇怪 這我自己平常 也不會跟我這樣借錢嘛 只是 他打過去的時候 兒子剛好從 日本要大飛機回台灣 媳婦剛好也在做審術 沒辦法接 好吧 趕快叫老婆去匯一下 結果匯完不到一小時 他兒子就說 欸爸剛剛找我怎麼了 他說 你不是叫我匯過款嗎 他說沒有啊 哇 就遍遍了 這麼大筆的金額 必須去銀行 他就請他老婆 林貴去匯款 不用護名對不對 對不用護名 所以只要帳號 就可以轉過去 對對對 詐騙就是利用人性的弱點去攻擊 你害怕說 兒子可能會怎麼樣去利用你這個親情 來去進行這個詐騙 他就是隨便講一個數字 你可以你就會 啊你如果說 只有三萬 啊三萬你可以 那如果我跟他說 親會兩萬給我 臭五十萬會贈 算贈數給他 那這樣我算詐騙嗎 請台灣你 留意幫我給他等一下 那我想問一下 通常 會被詐騙的年齡程度 在哪裡最多 不同的手法其實可以對應到 不同的 不同的TA 沒錯沒錯 如果你今天是有一些小有儲蓄的中產醫生 或是有點年紀的人 你可能就容易中假投資的現象 啊如果你今天是年輕單身 你可能就中假教友 那你可能再年輕一點 剛剛踏步之後 你可能中假求職 張被人家騙著 那有人用假警察來騙人嗎 也是有啊 甚至很常見 假冒你是檢察官 打電話可以咬人家 說你現在涉及了什麼案件 趕快把錢領出來 我們派人去 向頭說不要跟警察講 這個案件是秘密偵辦 我們檢察官要幫你保管 你就把它交給他了 其實這個手法非常非常常見 好想問一下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 防詐有五步嘛 不聽 不點 不傳 不信 不接 我們要怎麼樣去冷靜的分辨 這個有沒有可能是詐騙 其實現在在這個資訊時代 詐騙的進步手法實在是太快了 去年很流行之後 沒有繳稅或者是停車費的簡訊 傳了一個假王子這樣一點 那大家可能在這個時代 就會覺得說 很多東西都是線上處理 所以手機收到訊息是很常見 這些其實就是仿佛勝仿 只能呼籲說大家 不要有貪小便宜的心 貪心一點啊 另外一點就是方便啦 因為有時候像你講的可能 我停車費沒繳 再不繳要多罰五十塊了 其實我也不是談 但我就是覺得 欸 這樣子比較方便 我也不想被罰錢 那我可能就被 類似這種事情 其實也是很多對不對 對 非常多 政府機關也是大力的在宣佈說 不論是停車費啊 還是稅款啊 不會利用這些方法去投資 不管你看到的來源是什麼 只要是不尋常沒有看過的網址 都不要去這個 我們看到任何訊息前 我們先把它當作是假的 我覺得很疑惑很疑惑 你可以播也有去求證 大家也可以把這個影片 傳給親友或是家中的長輩看 讓他們也可以知道說 其實生活中有這些詐騙手法 讓他們不會被騙 就是一個很好的 預防詐騙手法的 個人蓋的影片連結 真的是真的 傳下去看一下 讓更多人 不要再受騙上當 就立新年即將到來 為了防辦各類型案的發生 金融市警察局 提醒民眾 前往金融金購提零現金時 務必注意周遭可言的事物 如有提零大爾現金提款需求時 而拨打依領向各警察機關 提出申請協助護售 以守護自身及財產自安全 本局各分局將持續規劃 所降金融機構定點守望 針對熱死熱點熱區 加強巡邏勤務 24小時不打壓 共同守護人時治安 讓市民歡樂平安過好年 大家要記住喔 防詐有五步 不接不聽不傳不點不信 三天課跟金融市警察局 在這邊預祝大家 新年快樂 推銷 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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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